今天我們就受到邀請去澳門看什麼 道比影院 這個是我第三次看的道比影院 第一次我在深圳 第二次我在美國 接著今次就來到澳門 究竟這間道比影院 否則符合道比的標準給到一個勁抽的 歡迎體驗我呢 就馬上一起看看 謝謝你 平日澳門坐船都這麼多人 1.3 時 原來已經沒有窗口的位置 我們就逼著要坐這些中間位 希望湯旅程不要太暢 我想說你好像是有違規的動作 你好像是 你好像是 他壞了東西吃 剛才是午飯時間 不可以餓自己偷工作 但我沒有買的 希望不要暈船 所以去澳門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希望今天我們的體驗是值得的 剛剛我們就到了這個 新號影匯的道比影院門口 身後面就是道比影院的時光隧道 之前有看過我們的深圳 或者在美國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這個入口 但入口的設計有點不同 就是一條直行的隧道 然後就是左右分叉 我們都要知道究竟道比影院的standard 是甚麼 用兩部的4K projector 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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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可以支援64隻 而有128個 可以支援128個 作為導致Atmos 的音效 而畫面當然是導致Vision 剛才我們在外面 看到九龍城寨之圍城的一個演員 正在做訪問 包括有林峰 有四仔 有十面笑 以及任然齊 稍後我們會看這套電影 而最後也會有 他們應該會有借票 我聽說是借票的 在我身後 就是澳門新豪天地的導臂影院 你看到現在這張幕 是非常之大 大家看到嗎 很大的一張幕 後面的位置 其實是呈成一個弧形 有少少彎 而這張幕是有少少彎 整體的設計 這張幕是跟我在美國見到有少少分別 尤其是位置較小 另外 跟深圳也有些分別 這裏今天因為做這個開幕 所以會看到 張文傑先生 胡子彤先生 任賢齊先生 顧天樂先生 然後是林峰 剛剛我試過在這個影院上 比較上中心位置的幾行 由F 數上去四行至到J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說是 蓋上到那個幕的中間 而你越上去 畫面其實就越正宗 但是相對畫面就越來越小 如果你想一個很融化的畫面 我相信我們今天看的F 行 應該會覺得蠻棒的 如果你想左右有少少黑位看到的話 相信J 會比較舒服 現在這個就是我們看F 行的 這個畫面的效果 基本上會塌塌塌 而這間戲院比我想想中大 而且它的喇叭 基本上全部藏在隔音的棉裡面 這個都頗特別 很開心 今天來到澳門 和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九龍城寨 我們就看完戲了 除了在道具影院之外 這裡還有其他不同的戲院 現在我們就去三軟看看 這個有FX4D的影院 這間三樂軟就是這樣的 上面就是MX4D 下面就是一些普通的位置 所以你會看到 在這裡會有兩款不同的位置 可以讓你買票 這個軟裡面用的喇叭 我相信這間館裡的所有設施 都是經過道具的加持 但是真正的Duby Cinema 就是剛才的大院 這裡的位置很搞笑 座位和座位的空間 座位的走廊非常非常之寬 坐在這裡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位置可以走 所以在香港要找我這樣的地方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可能 接著我們就來到這個House 2 這個House 2 就是有商人座位的 看到情侶的位置都放出來了 另外這間房子也是支援到 這間房子是給Amos 音效的一個軟 情侶如果可以買票來看的話 都真的蠻不錯 這裡還有五號軟和六號軟 就是這個EIP的軟 今天很開心 終於來到這個新豪影會 電影院 這個就是澳門 港澳唯一一個 受到這個Duby認證的Duby Cinema 我敢說是我看過這麼多次最好的一間 原因是什麼 不是說每次都贊 原因是因為這間戲院的所有設備 因為是新的關係 所以它是真的非常好 我覺得新得來的東西是爽快 因為我記得上次看獅子王 深圳那一段 有少許立場 特別是一套片 始終都是獅子王的混合 即是本身的戲碼 不太適合 沒錯 其次就是今天 也要看一套九龍城寨 爽快的聲音 有些位置都想分享 我覺得是每一個聲道 即是整間戲院 每一個聲道 聽到聲音 無論是聲壓 或是Delay 設法都很平均 特別有些位置都很驚訝 因為鄭寶瑞在錄音方面都很注重 聽到隔壁輪舍 樓上樓下說話 或是三機開大聲 你會聽到那層層層 特別是這兩個位置 你會聽到距離 這部份來說 即使香港尖嘴最頂級的戲院 未必是間間遠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要與香港比較的話 我們香港又輸一仗了 因為在香港來說 先不要說畫面 說到Dubia Amos 我未有聽過這麼多細碎聲的3D音效 它分析得很清楚 它可以給予一些耳邊的感覺 以及剛才說得很對 有一些濕濕聲聲 例如蚊聲 亦有很多γ-γ聲音的聲音 亦有很多叮叮叮叮叮叮聲說 即是他們有一些邏迷在神功互體那段 其實有很多叮叮叮叮的聲音 其在那些音效 在天空聲道後置聲道來說 出得舒服自然乾淨和賣身 真的很恐怖 反而我想說的是畫面 因為畫面開場時 其實有一段Dubia Vision的畫面 有一個黑色然後白色圈 我記得好像網上也未見到 但那一段 如果是投影機來說是超級難出的 因為它可以將白色的圈和黑色的位置 在投影機上做到真是全黑和全白 這件事我覺得是雙雷射投影機的4K畫面 將亮度和控制力控制得非常好 所以得到出來的效果 為何我看過這麼多度比影院 它最好始終是新機 新機在亮度和對比度的力量上是最乾淨的 這部影片可以說是特顯了度比影院的特性 我記得之前去不同電影片看過 感覺上城寨無論是紛紛尋藏 或是有時鏡頭在逆光拍攝時 其實你不太能看到演員的眼神 但起碼是當下這麼大的鏡頭 你會看到逆光鏡頭 只看到剪影的眼神光 這部份是這個規格的好處 這個畫面的精細度我覺得很好 尤其是除了主角的面 或是主角的焦點之外 背景後面的層面都可以出得蠻清楚的 例如城寨中很溫暖 然後很幽暗 例如有一幕導遊在吸毒時 其實你可以看到導遊側的招指和信箱 平時我們都會看到 不過你會看到滴刀的感覺有少許萌 但在這裏來說 你會覺得它特意有個余景 余景裏面的字都是清晰的 不過我會覺得這部電影在混音上 前段和後段有少許分別 我仍然覺得最高音的位置有少許濕烈 所以如果你問我這部電影院可以的話 試試找一套似樣的細片來看就更加好 我期待可能會是Devoo第三集 嘩 不過真的很可惜 我們香港沒有這些妒忌影院 我都不太明白為何在澳門都能做得到 當然我都明白澳門可能有這麼大的賭場 可能10-20年它都會進駐在這裏 所以不怕同度被簽約 或者不怕給一個這麼大的金錢去投資 但香港來說 其實你也知道 IMAX的影院一直都放在這裏 這麼多年都在這裏 當年UA引入已經說了 應該是2008年 應該是Dark Knight的期間 如果2008年來說 現在已經是十多二十年了 沒錯 那為何可以有IMAX的電影院 又沒有道比Cinema呢 當然我都知道道比肯定是很貴 而且要求很高很高很高的 但如果澳門都有的時候 我們香港的電影迷都應該可以享受到才對 起碼有時有比較才有進步 我們暫時來說 在電影業的電影院來講 IMAX是做一個龍頭 我都希望有另一個龍頭跟它爭一下 這樣也很棒的 我也覺得應該要爭的 而且順帶一提 在這裏看的九龍城寨是繁體字 繁體字幕 大家如果真的想享受一個非常好的昇華體驗 或者你要嘗試一下 道比影院究竟能夠給予甚麼電影感受 澳門新後影匯內的道比影院 是可以滿足到你 到了 如果大家想更加了解 澳門新後影匯的Dulby Cinema 的一些技術規格 就記得去到我們新聞中心 大家看完後也會說一下你對這間電影院的評論 例如我跟IMAX相對的 會否有特色 或者說這裏會否有絕技 一定要進來看 歡迎你來說一下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